3.龙套片 千古文人侠可梦 在武侠世界里 每个人都梦想自己玉树临风 嫌疑怒马 像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可惜在现实世界里 我们却往往是这样 这样 毕竟这样 每个人都希望成为江湖主角 你在哪儿学的戏啊 我没学过戏 哎呀 你真是天才 你用点心做就行了 然而我们得到的称呼却往往是这样的 而我们的回答也只能是这样的 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呼 同样的 龙套也不是天生的 比如梁家人 当年也曾在亲友武家区里做主角 演过乔峰郭靖 也被吴思远约和平捧为主角 演过大侠火源甲 武功一流 可惜没哄起来 直到遇到周星驰 才又重新以唐博湖点究巷里 无举人的这一类喜剧角色 迎来了第二春 郑佩佩阿姨 当年也大红大紫过 在胡金泉的大醉侠里 以金燕子一绝 红遍大江南北 可惜嫁人后就淡出了 二十年后离了婚又重出江湖 已经只能演画夫人碧眼狐狸之类 同样见遇的是狄龙同学 当年也曾叱咤风云 标准的大侠样板 和江大卫一起撑起了张车电影的一片天 后来又独自成就了处缘的武侠片 可惜年纪大了以后 不光胸部下垂 连脸都下垂了 只好去给赵子龙跑龙套 给少年阿虎跑龙套 刘家辉 巅峰时期的少林小子形象 受欢迎程度丝毫不虚 少林寺的李连杰 但后来后者如与冰天 打入好莱坞 刘家辉却越拍越老套 最后也只能演配角 倒是晚年在沙斯比尔里 客穿了一把国际之作 把龙套演到了全世界 这就像现实中的夜半同学 先是富二代 后来因为小日本家到中落 再后来到香港 又交出了一个李小龙 把永春推广到全世界 三七三落过到牢 这就是人生的真地呀 人生不能永远辉煌 有时在一个领域里是主角 另一个领域就只能是龙套 比如周比利 中国唯一一位世界搏击冠军 实战能力数一数二 但在功夫电影里 只能是个金牌龙套 功夫中的铁线拳赵志玲 是位红拳大师 和李小龙一样 入选过美国黑带群影店 我接到你 我好心痛 还有卢悔光 是泰拳冠军 成龙的保镖 成龙曾说 现实中自己挨不住卢悔光一拳 但电影需要的不是实战能力 而是表演能力等多方面的素质 江湖吊丝如何逆袭 成龙是个最成功的例子 在李小龙时代 他是个雕为龙套 一般当体身和布景板 只有在少量剧场中才能看得清脸 而且是这样的 但凭着个人才华和努力 逐渐得到赏识 最终开创出功夫喜剧 成为李小龙后 又一位国际功夫巨星 没有一个励志的样板 当然是中心职业 而是因崇拜李小龙 而学习永春 和报考演员训练班 但多年来有志难深 在射雕英雄传中跑龙套 在电视台节目中哄小朋友 多年后 反而在喜剧片中闯出一片片 直到快五十岁 才有机会拍一部真正的功夫片 穿着龙中虎斗中的白衣黑裤 向儿师的偶像李小龙致敬 谁也不想当龙套 连个盒饭都保证不了 不过含着金钥匙出声的人 毕竟是少数 大部分人还是要从龙套开始打拼 黄金搭档周星驰和吴梦达 在龙套时期就新鲜小戏 源于两人对龙套决策的认真态度 而喜剧之王中演死诗 一位导演不喊咖 就打死也不动了情节 其实来自于周星驰 火来七声的演员天启文 天启文和曾志伟 在《倚天图炉记》中 饰演的华山二老 可为经典龙套深入人心 还有玄冥二老 和唐伯虎点击箱里的 画文画舞 姿势一样的撩人 也都是经典 说明一切事情就像烧菜一样 只要用心都能做到最好 周星驰因为是龙套出身 所以很愿意发掘龙套 他的电影中 有着无数让人过目不忘的龙套 其实龙套本身不代表失败 恰恰是一种肯定 袁华当年曾是李小龙的体身 李小龙本想带他去好莱坞发展 可惜突然暴毙 但袁华还是贡献了 众多让人难忘的配角 包括佛福里得到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的薄租公 而和他配戏的薄租婆远秋 长龙洪租宝都是他的实兄弟 但因为包足婆一个角色 依然无数观众认识了他 在功夫电影的世界里 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龙套配角 钱小豪 乔红 周兆龙 于荣光 林国斌 徐少强 王龙威等等 观众也许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是却都熟悉他们的面孔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主角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主角 做一个努力而乐观的配角 或者龙套 人生也许更加精彩轻松 只是你必须掌握与世界相处的方法 想知道他们都是什么吗 请看下集 中国功夫史江湖篇 想关开更多中国功夫史 请点击网页视频下方的订阅键 每周二更新 一手新鲜 绝对沙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